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技能 我们家里的大米袋或者是面袋上面这个封口 我们怎么能把它快速的拆开呢 其实呢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把这线给它拆开 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吗 直接用个剪刀把这个线都给它挑开就完了是吧 但是呢这样都挑开以后呢 上面这个线呢都坏了 没有办法二次利用了 而且呢这样挑的情况下 拆的线的速度啊也非常的慢 或者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 直接用个剪刀把这个袋子给它剪开也就行了 但是呢这样剪开的速度也非常慢 而且呢这个袋子啊也就坏了 不能二次再利用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啊 只需要一秒钟就能把这个袋给它拆开 非常的简单啊 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编织袋 上面这个封口上面这个线啊 它一面呢我们看啊 这边一面是单线 然后呢我们再看另外一面 它是双线 我们拆的时候呢要找到单面的 单线的这一面 然后呢从右往左拆 是吧这两层呢拆法不一样啊 从这边是没有办法拆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拆 我们首先先找到这边 然后呢不要这样拉 这样拉是拉开的 我们拆开一个一个块啊 就是一角拆开那个 抽出来以后 我们看啊 现在呢我们直接呢 拽这个就可以开了 我们看啊 看现在就开了 看是吧 像这种拆线是有口诀的 就是这个单线朝五 从右往左 这是它的口诀 只要知道口诀以后呢 拆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啊 看到没有 这样轻轻的一拉 看到没有 一拉就拆开了 是吧 非常的容易是不是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线它也不会断 这个袋子呢它也不会坏 都可以在二次里用 是不是 非常简单 是不是 这个袋我们呢 就把它拆开了 看一下 像里面的米啊什么的都可以用了 是不是 我们把它拆的时候 拆开以后 我们再看啊 这个线呢 我们看一下 拆开以后看 是不是 就这样轻轻一拉 就开了 这个方法呢 是不是非常的好用 大家如果还有好用的方法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一起来谈一下